文化講堂我們有上過兩次 他跟我們平時上課的一個最大的分別就是 我們上課比較多在一個理論的層面 文化講堂可以給我們一個很具體 一個很真實的一些case 給我們去分享得到 他能獲得到這些知識 我是澳門城市大學人文學院文化產業管理碩士課程的老師 跟文化講堂的合作一個重要的考慮是因為文化講堂 他所提供的一些講師所講述的內容 會跟我們的課程有非常大的相關性 因為我們的學生分兩類 一個是大陸來的一個是本澳的同學 我想對於本澳的同學來說 通過文化講堂可以讓他們更深入的了解澳門的文化 還有歷史 我想對於他們成為一個真正的澳門人 我覺得是非常大的一個好處 我們曾經去見過很多漁船 在馬國那個海域上面他們停滑 這個我們的記憶裡面是有的 但是當時發生了什麼事呢 或者是他那個穴域、製船業 在澳門的影響是去到什麼程度呢 以前是很模糊的 經過這次文化講堂講解之後 歐文學堂曾經是一個很重要的行業 對於大陸同學來說 我們說我們很多是志旅來尋求他產業的一些知識 因為本身我自己的專業是做中國文術的 對於武術文化很有興趣 很多時候會以武術的角度去看這個武術文化 我想多一些同名的角度去看我們的中國文術 我想去推廣一下 一個很生動和很有趣味的一個課堂 令到我也會反思到很多東西 我們推廣傳統的文化 都應該不是這樣 會得到通過這些不同的課堂 對於我們來說得到很多其他 我們來說已經有很多交椅子 美交代表 我們來看這個 是我們來看這個